中庸里面有一句话被引用次数最多甚至都没有之一 这句话就是直起两端用其忠于名 很多人介绍中庸思想或者理解中庸思想都引用了这句话 说中庸思想的精髓在于用忠 在于适当适中或者说恰到好处 但其实大部分人都关注错了 这句话的关键不是用其忠于名而在于直起两端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背后的逻辑 在实践中践行中庸之道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内容非常有意义建议大家耐心听完 视频的最后有惊喜 我们先讲一个故事 曾经有位刚到华为的新员工 就针对华为的经营战略问题 给任正非写了一份万言书 指出了华为的内部各种问题 在很多人看来这位员工是好员工 这种勇于批判和质疑的精神应该是鼓励的 但任正非回复说 这个人如果有精神病建议送到医院治疗 如果没有的话建议直接辞退 任正非为什么会这么回复呢 听完之后也会恍然大悟 大部分人理解中庸之道就是用中 就在于失当失踪 或者说恰到好处 但只是这样说 其实感觉说了一句正确的废话 相较于用其中于名 前半句话才是真正的关键 或者说整个中庸的第六章内容 我们需要完整的来理解 才能理解中庸之道的基本精神 现在我们来完整的看中庸里面第六章的内容 中庸里面说 这是孔子在赞美古代的帝王顺 说他是拥有大智慧的人 孔子说 孔喜欢向人请教 也喜欢考察和听取别人的言论建议 对于一切听来的言论 他隐藏了邪恶的部分 而弘扬了善良的部分 把握了事物发展的两个极端 把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做法 用于老百姓 这就是孔之所以伟大的地方 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 在古代有三皇五帝说 这种五帝里面就包括姚帝和顺帝 三皇五帝都是儒家所推崇的圣王的代表 这里说 顺之所以能用忠于民 执起两端才是关键 前面我们介绍了 如果把行为看成一种选择和决策 那么这个选择要符合某个更大的价值系统 这是一种横向的思维 而执起两端就是一种纵向的思维 意思是说 只有经过长期的调查分析和实践 这样才能够把握事物发展的两个极端 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找到 事物发展变化的忠 不然我们怎么知道忠在哪里呢 所以用忠的前提其实是值其两端 有人说一个人要获得真正的成功 要经历两次失败 一次是无知 一次是膨胀 无知和膨胀就是一个人发展的两个极端 或者就像孔子说的 知者过知 愚者不及 只有经历了两种极端 你才明白什么才是合适的 什么才是最佳的选择 值其两端是用取忠于民的前提条件 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 顺之所以能值其两端 是因为他善于四处考察 了解实际情况 然后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两端 我们常说 没有调查和实践 就没有发源前 顺帝之所以能践行中庸之道 前提是他把握了事物的两种极端 值其两端 但值其两端的前提 是他之前大量的提查民情 调查分析各种言论 顺才能够把握两端 所以值其两端里面也蕴含了实践精神 对好的 坏的 积极的 乐观的和悲观的情况都掌握了 才能真正的做到值其两端 用其忠于民 所以一开始我们讲到华为的故事 那个新员工 刚到华为就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和建议 这并不符合中庸之道的精神 因为他并不了解实际情况 他提的任何建议都无法做到用忠 更别说值其两端了 很多人理解中庸之道就仅仅是用忠 这并没有理解背后的逻辑和精神 而忽视了用忠的前提条件 值其两端才是用忠的前提 而把握事物的两个极端 这是一种强烈的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 这种精神其实深深的印刻在了中华文明的基因里面 在我们的成语典故里面 有大量这样的总结 比如物极必反 福祸相依 笔极太来 乐极生悲 咒而复死 自知死地而后生等等 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说 反者道之动 其实也是类似的道理 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 会向另外一个极端运动变化 或者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事物都是围绕中而发展变化的 事物总有向中回归的趋势和动力 中才是事物应该具有的位置 或者说中才是最接近于事物的本质 这种思想和中庸的 只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 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华文明几千年 在历史的藏口里面 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大旗道落 经历了血雨腥风 也经历了繁华盛世 我们才能够深刻的明白 反者道之动 只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的深刻道理 这是长期实践的总结 也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事物发展到两个极端 都是非常危险的 过于乐观或者是过于悲观 都是不好的 要找到最佳的状态 你需要经历两种极端之后 才能够明白 而不可以凭空想象出来 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 一个人要获得真正的成功 要经历两次失败 一次是无知 一次是膨胀 对于人生来说 其实也是一样 只有经历过失败的痛苦 也享受过成功的喜悦 才能真正明白 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的人生 否则 你可能永远都找不到 自己那个钟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这里给大家准备了 一百本精品书单 和一百位哲学家的思维导徒 私信我 免费送给你